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2024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今天是7月1号了 那么当然一些新的法律在2024年生效的法律好多都已经开始执行了 但是还有一些新的法律是7月1号才开始执行 今天我们就整理了几条大概和我们的生活有点关系的 7月1号即将要 应该说今天已经开始生效的这些法律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我们说的是加州的法律 不过纽约的听众朋友听听也好 因为我们加州有好些法律 有的时候你感觉到挺可笑的 为一些小的事情就制定一些法律 但是这就反映出美国法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这开玩笑 不是7月1号 是说像家里养鸡 说什么30只母鸡都可以说 但是公鸡只能一只 类似这种法律 因为公鸡的叫啊 大名啊 对不对 这是有意思 这不是7月1号生效的法律啊 顺便也感谢我们脸书的一个粉丝吧 叫Kim Kim Kat 因为他向我们提出来建议这个话题 不光是他提出来要建议这个话题 而且他附上了大量的资料给我们 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感谢 我们也采用了他提供的一些资料 首先呢 今天开始关于枪支这个问题 有一些新的税务方面的法律 我们也知道加州是全美国对于枪支限制最严厉的那个州 恨不得没有之一 在方面各种各样的限制 谁让它是民主党大州呢 那这个税的问题呢 涉及到这个了 因为这个税有粮方税有税 对 那么税呢 在加州买枪和买子弹 差不多呢 是个10%左右的这样一个税 但是从今天开始呢 这个就变成11%了 他又给你加了一点 这个11%是加州加上去的 我感觉好像是联邦税是10%到11% 然后加州又加11% 加到一起 那就22% 对 有可能是这个情况 完全是有可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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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理解没错的话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 反正是这个州税呢 是11% 我看是加上去 那应该是对的 对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等于加州是唯一 美国五十州里边是唯一一个收这个地方税的州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他每年你看他的这个税收呢 因为加了11%的税呢 就可以得到 州政府可以得到1.6亿元的这个税收 那这笔钱呢 将会用在就是防止暴力啊 就是防止枪支犯罪啊 这种安全方面啊 预防安全学校 学校安全的这个措施方面 就学校这笔钱了 那么同时呢 这个新的法律呢 把持枪的年龄呢 买枪的年龄呢 从18岁提高到21岁 而且你即使是有持枪许可证 也不可以在一些敏感地区持有枪支 包括学校啊 什么医院啊 公园啊 都不可以啊 同时你如果在有一些公共场所持枪的话 必须要露出来 或者是有明显的标记 说是你是一个持枪者 这个接下来的这条啊 对于我们很多华人可能是比较感兴趣 但是呢 他这条比较复杂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不能在三言两语把它说清楚 因为要根据你家的情况 你住的这个城市等等都有关系 但是跟盖房子有直接关系 这个还不是什么ADU啊 还不是这个东西 这个过去呢 是这样的 你要在一个地方盖一个房子 比如说很大这块地方 我盖10栋 对 那这种时候必须得各种市政府的听证啊 投票啊 烦吗 烦 有必要吗 也有必要啊 要不然就不乱了套了嘛 盖房子 什么地方能养马呀 什么地方能怎么 都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叫zoning 以及public hearing 公共听证的 那么现在这个 今天开始这个法律是什么呢 是说 如果你有块地不超过五亩 你要在上面盖10个房子 10栋房子 不需要经过那个公共听证了 也不需要投票了 但是这个不是简简单单说 只要你有五亩地 只要你盖10个房子以下都可以 但还不是 所以只是告诉大家 有这么一个新的法律 你到时候看 你家的那个地方适合不适合 对 而且他是说原来呢 这些zoning呢 它是只是给那个单一住宅的 就是single family 这所谓独立屋嘛 对 house 是这个的 但是现在呢 它是说 如果是10个单位以下的小型的集合的这个公寓也好 集合的建筑也好 也是不需要 不需要听宫廷会啊什么的 但主要是想解决加州这个房源短切的问题 所以呢 是这么个情况 好 接下来另外一个呢 是有关于在酒吧里边啊 卖 有的时候有的人在人家的约会的对象里边 在那个酒里头下药 迷幻药什么的 结果造成强暴啊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 这个叫做约会强暴 约会强暴 下了迷幻药了哈 所以现在啊 加州你看 通过这样一个法律 说是酒吧呀什么 业总会 业总会呀 或者说是卖蒸馏饮料 就是卖有卖烈性酒的这些地方 都根据法律规定 你都必须对顾客提供 不管你是收费也好 是免费也好 提供一种测试试剂 也就是说让那个顾客随时可以在酒吧里边 在业总会里边 在这个机构里边吧 或者这个你的这个营业场所里边呢 他可以得到一个试剂 来测试一下杯子里头的酒里头到底 对方是不是趁我上厕所的时候给我下药了 对 这个呢 坦率讲这个只适合于女性 没有女性给男的下药 这个男的昏过去了 就没法完成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女性的一种保护 再说的直美一点 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这么个男的你第一次见面 可能是网上嘛 对不对 约会了 第一次见面 他约你去一个有烈酒牌的这么一个地方去 弄了杯酒 你喝两口怎么觉得不对呀 这个时候你站起来 你跟说男的说等一下 你到那个前台去 给我个试剂 也可能是免费的 也可能稍微收点钱 其实免费的比较好 这样更多的会来你这 你得这么考虑 对不对 然后你从那个酒里面弄出几滴来 可能往这纸上点一下 呈红色 就是有药 因为能知道这个冥患药 它不是说有八百种药嘛 对不对 它就是有 主要是一种 或者是若干种 或者是若干种 它都能 它都能做出来 那么大酒一了 这马上抓起来了 马上犯罪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加州政府在这有一个附加条件 就是说这一种测试剂有卖的 哪都有卖的 第一 我不提供 第二 我不买 我加州政府制定了这个法律 但是我不卖给你 因为我也没有 同时我也不免费给你 对 营业场所自己负责嘛 可是你没有 你犯法嘛 对 他是说你可以免费 也可以收费 但是你收费不能超过你的批发价 也就是说你不能赚 在这个世纪上你不能赚钱 对 就是这个情况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一个生销的呢 这个和我们消费者有点关系 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讲过 这个就是法律规定说是所有的这个 服务业的那个收费的那个清单啊 或者说他打广告说出来的价格 必须没有隐藏费用 包括机票啊 包括这个餐馆里边的这个餐饮费啊 比较多的是那个Airbnb Airbnb的这个费用啊等等 他是说你打广告说是 比如说是399 结果人家去了以后 按照你的这个消费一滑下来 你说人家699了 哎 怎么回事 怎么多了300块钱啊 你说啊 这有这个收费 哪有那个收费 那你不在广告里头说呢 我说你不来了 对 说了就不来了 但是问题现在说不需有这种surprise 这种意外的这个隐藏性的收费 而且他有时候很非常冠冕堂皇 他说类似这样的一种话说 哦 这个费是要收 因为不是我要的 这个费我也拿不到 我把它分给下面的比如服务员了 我交给政府了 我说就是说 这可不是我赚你的啊 这个钱没办法 谁谁谁政府是什么什么 人家逼着我说 这我不得不受的 你怎么解释都没问题 但是你要透明 对 这就是这个法律 包括那种送餐服务啊什么之类的 是 是 没错 我订个餐19块9块9块 怎么到这变25了 你等等 我不介意25 我介意的是 我要的是你要告诉我 对 但是反过来 当我知道25我可能不买了 所以这就是他隐藏的原因嘛 没错 所以稍待我让咱继续看 今天7月1号有哪些新的法律生效 欢迎你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大家讲的是 今天7月1号在加州 开始生效的一些新的法律 刚才说了几个 接下来呢 我们快速的再讲几个 一个是把孩子留在学校 这个法律 这个呢就是说 以前在公立学校里边呢 他是比如说扰拦课堂秩序啊 不听老师的讲话 藐视老师之类的 这种轻微的不当的行为呢 有可能会被学校处以 叫做停学处分 处分啊 suspend 有的停学三天 有的停学一个星期不等 根据你的这个 回家吧 回家 在家里头待 但是现在呢 改变了 现在是说像这样的 轻微的不当行为呢 就不给予停学处分了 老师依然有权利把这个学生 踢出自己的班级 我受不了这个学生 踢出去 但是呢 学校不能把他送回家去 反而学校要安排他 要么就到其他地方去上课 要么就是在校长办公室里做作业 反正你得安排人家 不能把他送回家去 就是这个情况 叫什么原因嘛 主要是就是你给家长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啊 对啊 人家正在那上班呢 突然打电话去了 那下班啊 领孩子回家 领孩子回家 请假说你孩子违规了 这种规律或者是这种法律 大家咱们想哈 个人有个人的意见 但是加州就这么个规定了 那接下来一条呢 还是跟学生有点关系 当然这只是涉及到女学生的问题 就是现在这些女孩子啊 她们这个旌期提前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每个人的情况多少有点不一样 加州过去的法律是三到 到过去的法律是六到十二年级 是吧 对 你学校呢 必须得提供这个产品 这些产品 而且是免费的 你要给他提供这些用品 不是产品 在洗手间里啊 或者在什么 就是就是洗手间的月经用品 对 就放在那儿 他自己去取 但是 现在今天开始不是六到十二年级了 三到十二年级 三年级是几岁啊 九岁 九岁十岁 我都觉得只有九岁 七岁一年级嘛 八岁二年级 九岁三年级 这个东西现在发育太早了 可能跟饮食 也有关系 奶酪吃太多了 还是什么 可能这些有很多转基因的视频 大概也有关系 好 这是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呢是维修权的法案 是这样子哈 有很多电器产品啊 不管是微波炉啊 是什么电话啊 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产品啊 他呢 是说 拥有人 你有权自己维修 因为现在 有很多情况之下 他坏了以后 你必须到他专卖店去 专卖店的价格比较高嘛 所以呢 他说 你可以 让人家提供零部件 你让人家拥有人自己去 买了零部件自己装 有的时候就是 非常简单 换一个零部件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就规定 一百块钱 五十块钱 一百块钱不等 五十块钱以上的 是两年以后就可以 你必须要提供零部件 三年 五十块钱以下三年 三年 一百块钱以上的 七年 七年之上的 能用七年以上的 你就必须要提供零部件 让他们自己换 或者是到那个 独立的 小门俩的那些修理站去修 但是小门俩的修理站 尽管便宜 手工便宜 但是问题是他没零部件修不了 所以 这个主要是针对厂商的 然后这个跟我们租房子有点关系 就是关于租房子的押金的问题 这个呢就是跟你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区域 这个都有关系了 这个太复杂了 但是呢 他基本上是这样 你要租房子吧 各种调查完了以后呢 来 先付两到三个月的押金 有的地方 这是现在的规定 有的是呢 是一个月 但是很难 很少听到不要押金的 你住了以后 你转身走了怎么办 没错 你先得给我放上几个月 一到两 但是现在的规定 就只能要一个月的押金 当然以前我已经签了 我的那个三个月的押金付了 那个不能要回来 但是新的 从今天开始 就只能要求一个月的押金 对 这押金就是说你搬走的时候 比如说有损坏啊什么的 他就用这个押金 或者清理的费用啊什么的 他用这个押金就抵了 然后没用的部分退还给你 不过现在如果你的押金 一个月的押金 你损坏太严重的话 那对不起房东还是可以追溯你 当然 就是说你还欠 一个月的押金不够 你还欠我三百块钱 你还是可以去追 最后一个呢就说一下这个 工作场所的暴力预防问题 现在也法律要求了 说是雇主呢一定要制定 工作场所的预防的计划 然后呢必须书面的形式贴在 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地方啊 同时 还有表格要填 还有什么定期的要培训 就跟那个性骚扰的培训一样嘛 职场都要有进行性骚扰的培训 主要就是保护落实 制度员工不要受到歧视 不要在这个职场上受到歧视 这个呢就是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而且还有这个反对打击报复之类的这个条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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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